大家好,欢迎来到尿真仓增弹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4年6月29日星期六,6月份完成了,也刚好是半年结 不知道大家今年头半年投资的成绩,或者投机的回报又怎样呢? 我相信看开朱sir的网友,应该人人都赢钱了 只要你是有真心听朱sir苦口婆心的意见,远离港股,拥抱外国市场,特别是美股 而且不要整天补充其权,应该最少保障仓是不会出钱 一是朱sir增弹增弹、牛牛和老虎6月份的情况,一如既往,稳定向上 好了,我们先复盘,上集提了三件事,首先看好Tesla有机会回升 第二,我们提醒了MU美股科技的业绩,是会期权双杀 第三,纳斯达克指数大盘要盘整,要休息 那我们就逐个复盘对答案,纳斯达克指数先作为大盘 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说过,6月20日的顶不是中敌大颗 不过,我们始终都看纳斯达克指数要进行一些盘整是会好些的 因为要miss off一些经济数据的风险 昨晚就因为爆威尔最看重的PCE数据追出路了 新的PCE就回落到2.6个水平,符合市场预期 亦都是近年相对低位 市场昨晚因此炒了一些减息的预期 就打鸡血地冲了上去 但当然虽然收市回落下来的 以纳斯达克指数100现货的角度 首次是冲破2万点的水平 但刚才也有说过,最后是倒水倒下来的 在图表上就走过一个比较丑样的单日转向 日线图的角度再有一个穿堂破脚的走势 所以大盘其实来说也算是很波动的 但跟我们预期的看法也算是差不多 因为太摸顶追的话 你现在都在星期五的高低位走势都客气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大盘应该是未见的 但是我们同时中短线上都认为有需要是盘整 就未必是一个很狼胎的所谓的声势 大家都要注意有一定震荡的风险 当然了,接下来又怎么看呢? 大盘就说过了,仍然要整股 它可以像现在这样高位盘整 甚至画个M顶出来都不出奇 但美股始终来说就不是一个完结的故事 我们上周提到美股近日有一个 相对比较健康的情况 就是大盘升的时候 终极野兽英伟达就没有升 其他Megacad的大盘股票也有升 例如我们提到很多人已经遗忘了Tesla 另外有Google、Amazon和Meka 甚至连AMD也有些是逆了其他晶片股的走势 它自己反弹回升了 这个整体我觉得算是一个半健康的情况 当然了,又撇除了一些企业的业绩也相对比较一般 部分股票也有所震荡 但我们就说如果最强的MekaCAP股份 大部分都肯霉升的话 你不是说全面健康 也可以说是一个半健康的状态 所以总结,纳指仍然要盘整多一点时间 但是美股整体的格局不是一个散开的形态 反而是属于一个更明显的炒股不炒市的形态 而有些网友就说自己做QQQ的看长线 本身也不需要太理会它的波动 甚至可能趁低留意都是分段吸入QQQ的 争取所在 在大宝的看法就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些新东西 今次就不是Wish Off 今次是Price In Price In 什么呢?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今天这条影片就预讨我会被Youtube下流 为什么下流呢? 因为我们之前试的也有多低 我们当分享一些关于总统大选的概念 股票或者直接讨论总统大选的时候 例如,大家记得年初 朱sir很少说一些炒股或妖股 坦白说,但是极度年初的时候 我们也有分享过DJT这一款特朗普概念股 我们说完之后就立即被Youtube下流 令到我们的影片的view数相对很低 甚至就试过,直接被Youtube拒登 即是不让我们出街 说我们违反了Youtube的政策 但是今天我也想冒着限流的风险 我都照说真话 因为说真话是我一直以为朱sir的风格 因为我想在这个channel里面 亦真正分享我对市场当下的看法 这个也是为什么? 朱sir强调过很多次 如果你想听朱sir真心的说话 我最真实的是市场的看法 最好就是离我们实体的讲座 朱sir自己的场就一定是最畅所欲言 因为大家都不要自己骗自己 现在我们的言论自由 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有些事情大家明白的了 好了,昨天第一场的总统辩论就完结了 也代表打响了总统大选的头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如果以感官来看 前总统特朗普在电视辩论表现的气势 很明显伤到比较强 当然他有一些key point的问题 他就回避了去回答 就叫避重就轻 因此也不是太完美 但始终在气势上 都比现任总统拜登强十万倍 而目前根据一些调查 亦都显示了昨晚的变论 特朗普的支持度 就领先拜登非常多 那对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price in些什么 因为大家对特朗普做总统 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他以前做过的 他以前是做了四年做些什么 大家都清楚了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视股票市场的表现 以及以报纸或纳指上升 是他自己功劳为己任的总统 所以近日我们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道指虽然没有纳指的声势这么强 但是道指的结构 相反又好像相对比较稳 防御性相对比较高 为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他比较在意 是道指的所谓Dindex 我会觉得是多于纳指 为什么特朗普会在意 道指多于纳指 我们会觉得 因为他比较重视传统 美国的精神企业 也就是所谓美国的传统股 畢竟他也是一个商人 他做的商业也不是什么科技的 只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以前房地产 或者其他商业 借贷之类的 反而纳指那边 他就不是全部都是美国企业 譬如说好像是TSM 或者ASML 或者约的科技股 譬如说他们都不算是真正 根正苗熊的美国企业 这个也是另一点 很多人早两个月 就不停地说英伟达会入道指 那么到现在 英伟达也完全没有招职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道指的成分股很少 是非完全百分百 纯种的美国企业 你也知道 英伟达也不可以说百分百 是纯种的美国企业 至少的CEO 虽然也是美籍华人 但是也是华人 就不可以当它是百分百 是纯种美国企业 所以回来 我就觉得市场 未来会priced in 什么呢? 第一 就是美国传统股 有部分的 多业绩优秀 那些 不是我们说的 很严重的like 这个比较优秀的传统企业 有机会是最一定的落后的 在之后 但是你又没有一听 朱尚文说 星期二 一开始 就是驻山顶的秘密 又出来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 千万不要乱托股票 万一你看到like 多数 我就会断移 你这样会出事 好了 而第二 部分的科技股 可能会有面对 去垄断化的风险 例如 TSM 或者特别是英伟达 其实在里面的垄断性质 都有一定的表表者 老实说 如果英伟达当年成功吞併 ARM 我百分百肯定 即是 无论现任总统 美国总统 或者再之后 如果特朗普做的话 一定拘捕了他 迫他去垄断化 迫他拆骨 这个百分百肯定 因为你吞了ARM 的话 整个地球都是你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 如果有些是去垄断化 或者被冰拆骨的行为 那短线 可能也有机会 对这些股票 有些负面的情绪 影响也不奇怪 我们要看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推测 或者可能中后段 才会出现 大家都要沿途留意 这个可能性 至于传统股票 有哪些会追落后 下个月 我们就会再和大家说 我们要多一点时间 去研究和准备 畢竟要准备得好些 朱sir一向都不拿楼摊 对不对 所以总结就是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 就已经正式地开始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主导 情况来的 因为未来的美股 特别轮动的板块 也会随着 总统的选举消息 一锣锣不断有新的 更加贴士的消息 出来的时候 就会令到波动性 会加大 所以大家去做特别投机 买卖的时候 炒卖的时候 就要紧贴时势 和看着股价 好了 那我们改了整体结构的大本 和总统大选 对于至少 现在所知的股票的影响 之后 我们就去回复本股对答案 首先就是特斯拉 T.S.L.A. 特斯拉 我们就是转回去看好 相对比较看好 上集有网友留言说 很欣赏朱sir 够胆是公开频道 实牙实浅 而且特斯拉 还跌得很惨 首先很感谢这位网友的欣赏 特斯拉 刚刚一个星期 就数一声 就升了10% 本中也曾经突破了两个水 这个九位的位置 昨晚也和大股一样 短暂来说 单下转行 就有点阴烛打回来 接下来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特斯拉应该还没炒完 不是说升了10% 又完全散开 中短线看 我觉得有两个版本 第一 就是相对比较强势的版本 就是下星期不理你 继续上升 好像大部分美股一升就是这样升 而第二个版本就是 不是升就跌 不要想着第二个版本就跌 就是两边你说了 朱朱sir 不要这样说 先听清楚 第二个版本就是整户 就是有相对少少回吐 可能甚至是横行代替下跌 都不出气 那本只有一轮 然后再加上升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应该第二个版本 就是下星期一回来 头几天就有少少改变 机会变得比较大 以上就是我对特斯拉的看法 好 然后就去到美光科技 美光科技公布了业绩 上集我们也说过 已经提计了十几万次了 就是说BDoption 那个期权 无论是赌Long Core 或者是赌Long Core 也好 那期权实在太贵了 而且期权庄家开到这样 以今年的关性 很大机会和你玩很淡相杀 结果和我们的预测 是一模一样 完全是好淡相杀 你买Long Core 和Long Core 两边都输了 Long Core 应该不会说太个特别输 但是你因为打和 怎样说6-7% 你还要拒绝下去 你基本上是没有钱责的 Long Core 就是8.5%全均覆没 而且大家都知道 美光之前升得这么好 大部分人回到BDoption 再避免你选择 大部分人都是倒升的 不会骗自己 因为倒跌 结果少数人倒跌 也没得赢 幸存者也没得赢 大量的人倒升 全均覆没 买100亿 输100亿 因此我会觉得 其实在杀的期权里面 你会作出一个预言 有机会不单只是杀 今周的业绩有哪些选择 我看下个星期的VDoption 虽然下个星期的VDoption 就和业绩无关 但是照舊是杀到你青岡 我们可以看看 预言中不中 因为最主要就是 现在的省户醒了 之前其他当业绩的星期 就杀杀末日拳 有些人冷醒地说 我不和你倒业绩的冰家之地 我和你倒下个星期 这个想法表面上也有点聪明 耍了 但是 你猜他能否猜到 散户那样做 你当他傻的 他也会猜到 散户那样做 他就会怎样 很简单 你说下个星期 我下个星期都会灭你 但是 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因此 无法做旗团博弈 每个星期都会给座 玩 那当然不是 相反 座 陰些散户 开这些旗团金 我们懂得做的 就算是升并结 我们也有机会可以赢钱 给张单你看看 虽然真正的方法 你未必是学会 这个真仓真方 你看看 Exactly AMU的业绩期 我们有些学生 都有钱赢的 还要是玩到绝 我游不到Long Call 我游不到Long Put 我朱sir 有一套期权博弈的做法 是系统性的稳定去赢钱的 大家看看 真仓真单和真cap screen 我们的学生 就已经赢了钱了 零以特利 MU性零结 当然啦 如果你想学习 好像我们这样 这么正确 这么进阶 这么运用期权去赢钱 站在庄家那边 直接和庄家同一阵线的话 欢迎参加我们 王牌期权的广告 全费用是全面的 那我们去完广告再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朱sir 我是香港 正式持有证券及期货 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 这个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我朱俊文的牌照资料 相信有很多炒卖股票的朋友 都一定有听过 奇权这件工具 但是奇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在这张图 就是我朱sir 自己在富途偶偶的真仓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教学的例子 我这一个仓位 基本上九成以上都只是做奇权 甚至买入正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收益都相对比较稳定 没有说是大上大落 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做交易 舒舒服服 尽量不要影响生活 其实我们常见实战的例子 有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多大户 甚至连股神都喜欢用奇权呢 这就是六个大户常用的奇权的做法 当中涉及了很多混仓的技巧 例如如何将sort side的奇权 连同long side的奇权 一起混合去做一个组合 我们投资又好 还是投机都好 都一定会涉及风险 绝对不会说包赢 但是如果学会以上的奇权透露 整体的投资策略就会变化多很多了 例如我们可以如何尽量做到锁定风险 如何将原来的盈利 运用奇权再进一步将它最大化 而且我们在奇权的数值里面 其实有时都可以看下市场的大概波动性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去理解 这些大户运用奇权的方法和奇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结 报名参加我们的黄牌奇权教学分享广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我就会在广座里面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我个人在那么多年里面的奇权经验和知识 但是就不会涉及投资买卖建议 我是朱长到时见 好了那AMU份业绩 我们稍后半部分都会简短地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我们又回到现在股票的款式 有Adobe 我们打开图表 走势就相当不错 我记得我们6月15日那天分析的影片 已经提到它会在中线修复股值 因为虽然上面的裂口最高端的阻力是强的 但是你说要到达裂口的上端也不是一定不行 所以就可能升完上去之后 然后就先行做人本证了 我记得目前正是刚刚好升上去的裂口 差一点就和大家填了 那后续走势 我觉得仍然会有一定的时间 修复股值 可能升多一点 不过对于长线投资的朋友 我在这里想提一提 但是我不是说股价不升 而是Adobe基本面上 它有户城河 我仍然坚持 它不是相对强大的 当然我也要另一双 承认有部分用户中程度 仍然比较高 但是用户中程度 这些东西在今时今日说一句 一句说完 就未必百分百 夫妻日本是同临了 大难临头的各自飞 因此我对于Adobe 这段回升有少少价值的回归 我都表示是尊重的 但是如果是升得太多才高追 那就变了又有后之后过之嫌 现在就去到Polo Ato PAMW 很久没说了 我们之前在免费频道这一道 派档的这一只股票 我们当初在6月8日 那天提醒 当日我们以300元做一个博弈的价位 价入 之后就升到跌口位的底部 也提醒过很多次 它需要消化盘整 一轮之后再上 可以考虑先减持部分盈利 轻松一点去坐着 不经不觉 又furder地 由我们300元港的位置 就是逆着近日有部分股票 惨烈地下跌的震度大本 它自己就不停地上升上去 稳稳振折 这样升了十几百分点也算不错 升到最高都去过345元 足足升了45元 简而揭 我看这一步升到这么上的位置 就本整一点 可能本整的日子未必需要太久 但是整个结构也是看上去的 好了 以上 Tesla MU Adobe Poloato 暂时到这里 我们就做两只股份的基本面分析 第一只就是MU 业绩大赚了 但指引是相对 人们说屈他低 又被人折了下去 究竟前景是怎样看呢 第二 昨天Like跌了下来 大家要明白Like的跌幅是至少2000年以来 24年里面是单日最大的跌幅 甚至有疫情的2020年 都没试过单日跌20% 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但是跌了这么多 好了 无论以单日的角度计 或者以历史高位的角度计 或者以今年的52周高位的角度计 除暴跌了这么多 会不会已经是反映了所有利淡因素 已经是Price in了 在黄金坑给你呢 还是原来不是黄金坑 是一个坏的坑呢 那我们就跟大家去科普一下 首先就是 就是美光科技先 好了 美光科技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去分析 其实就是说 它整一份业绩 在说是旧有的 已完成的业绩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都是比市场的预期好很多 起码算不少 比如市场预期的EARN PESHEARS 是赚51 结果是赚62 OK 而在revenue里面 预期是6.67 即是6.67 结果revenue可以做到6.81 即是你后面有很多 零亿的美金 我现在选减 简单点 这个数 不然说到这个数字很大 好 这变成了有起码2.1%的BIT OK 但是市场是不满意的东西 在哪里 或者是故意折你下去的地方 在哪里 首先我会觉得 其实折了下去 是否代表直接份业绩很差 我当你说我为了辩护也好 或者我有个坚实的理据也好 我首先是否定我先 它的业绩真的不算差 但是我们只是说 为什么仍然跌下去 因为很正常 就是在博弈的角度 太多人当升 而且我们看到 在前科里面 有近期不少科技股份 或者特别是晶片股 其实出业绩之后 都是删你下去的 不管你业绩好不好 也好 例如Dell 以至Marvel MRVL 其实全部绩后都是大跌 这个OK 但是我们的业绩是否真的很失礼 其实也不算太过失礼 何况我会觉得在MU Marvel 和Dell 这三个里面 无论在现在的业绩是bit market 和往后的业绩的forecast 那含金量 如果以这三个股份的对比 我就真心觉得MU 是属于这三个里面 是最好的那一只 而在整体的下一期的业绩 的forecast 如果以环比的盈利增长 也是相当不错的 你想想 它现在就有公布的 但是在三个月 短短三个月里面 然后就由0.62 forecast 升到1.08 附近 你想想 其实我还比三个月的增长有多大 有时候有些股票同比 用一年十二个月时间计算 由0.62升到1.08 也很厉害 有什么得罪你 问题是人家三个月里面 就可以再改善到这样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说市场 不满意 过度贪囊 就觉得Energy per shares 的forecast 是最好高的市场 20% 同时是特别是revenue 就是收入 其实也要大幅 beat the market 它在所有数据里面 唯独是 之后那季度的forecast 是完全没有beat the market OK 是7.6 7.6 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就会成为市场 折换它 它的借口 我始终反复强调 其实现在 美光科技 闪传的记忆体 简称是DRUM 和NANB 这两个是主力的 物体 其实它的价格 是不断地上升 我想提醒你 有空又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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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所谓的产牙 占据了的话 那其实 那个价量 也有机会是继续升的 那变成 如果你是 因为一跌 你就过分地看淡 就见跌看跌 那我觉得有机会 就是失准了 OK 以上就是 对比了科技的评论 但是呢 面对同样地 是大跌 所以是跌得更加厉害的like 那我先行直接 说了个结论 给你听 那我对它 就真的维护不下了 那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like的灾难里面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CEO的问题 因为这位是前eBay的高管 是接任了CEO之后 他是夹了2020年1月掌握的 那两个月之后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那新冠疫情之后 其实有很多消费股 都是穿了另外一个高峰 火鳳王重新的 你很少见到 有一只消费股 现在的价格是比2020年 可能是3月的价格 但是like 就是神经病到可以跌到这样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like 是很大程度上 属于一个人和 就是一个隐令到不好 搞死整间这么多年品牌的公司 而我们也会感觉到 一旦读一些数据 你也会感觉到 现在是开始对它 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忍耐 那我们就说 在like整体的业绩 就真的我会直言到 挺麻烦的 因为一个运动品牌 是很难这么短暂的 一个销售 是突然间一个季度 一旦涨下去 是准备10%的 就是对一个市值 或者营收规模 这么大的like 这么知名的品牌 如果一声没有10% 是很恐怖的 我想告诉你 就是你熟消费股品牌 你就知道了 这个跌幅 是远远超过伦敦交易所 所预测的3.2% 亦可以说 这个差劣程度 是除了新冠疫情以外 公司是这样的 就是创下14年以来 是最慢的年度销售的增长 或者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倒退 甚至是预计2025年 就是下年的财政年度 仍然drop中位的数字 之前是预期的增长 所以这些预警 其实我们都会发觉 是非常之恐怖的 而我们就是说 其实有些分析师 也都说到 其实这份业绩差劣的原因 就是已经是在财政年度指引 里面 是在六个季度里面 现在是有五次下调 这个是预期的共识的了 而公司是都侧侧博 是将增长转折的前景 是进一步推后到2025年 这个 也都要求投资者 就是要支持 是尚未被证明的款式的成功 这个 还有那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其实那是所谓的打的口号 或者是安抚投资者 都会发觉 那个市场 真心来说 不是很购买的 最后 我也提醒大家 一件事 现在看like 千万不要只信一个市盈率 然后就去买股票 我经常提醒大家 如果只是一个报价机 看一粒数 说市盈率只有四倍 五倍 或者几倍 然后去买股票 而又不从多方面 或者一个立体的设入点 去看公司的真相 研究公司的话 其实你是对自己的财产很不负责任的 再说很重语气多次 一粒数据去定天下 你真的很不负责任 对你的钱 我就是非常担心 有散户是很简单的 就是看到现在暴跌完的like 你看到布甲基 说它是20倍PE 你觉得它超级便宜 或者是多年低位的估值区间 那些就冲进去买 那我觉得你就是捉错用神 因为其实like 往后的 起码药贵到的业绩 是和你近乎百分百社包单 是盈利是会倒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营收倒退10% 一刹那是对于这些运动公司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不只 同时这间公司 跟你说明了 预计的三费 就是管理费用率 或者消耗费用率 我们简称三费 OK 三费它不但不会减 而且还要有增长 那你想想 这是双甲效应而已 你这个营收下角 但是你三费的费用率上升 你是小朋友 小学生计数学 也不用你有会计的底 你只是有小学生的数学 你一计到盈利 怎么会不倒退 这个你会倒退 你的盈利不倒退 你就是撞鬼了 OK 这就是说盈利是注定一定要倒退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摸摸头去目测 它现在表面上的20倍PE 实际可能往后 就算股价不再跌 不跌在这个水平的话 其实它们的PE可能会膨胀到25到28倍 那你想想 原来真实的PE在业绩上去之后不是20倍 而是25到28倍的话 那你觉得其实所谓的吸引性大不大呢? 其实很明显也不用我说 你自己也明白 那个吸引性肯定一点也不大 那变成就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复苏的道路 仍然也有时间走 那一个就是我们 是对于Like的看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详细内容 就到这里了 今天也都给大家分析了很多版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想学这么多读到的奇权应用技巧 和下半年的精彩股票分析内容 那就可以来我的Seminar 听我唱所欲言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王牌奇权的广告 7月8日星期一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费用也是全面的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τ